151 前面有讲过 IN3 他只是说他要 IN3 是从左边找到右边 那如果你要右边找回到左边的话 就是加一个 REV 就可以了 反过来有没有 找前刮虎找后刮虎然后在 MID 其实这一体逻辑也大概类似 所以我们怎么写 首先的话我大概把结果RUN一下给各位看 其实程式并不多 RUN完之后的话结果就出来了 有没有你会发现他会跟 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景字号 把景字号前面的东西放这边 后面的东西放后面 这个是因为里面找不到景字号 所以直接就显示这样的结果出来 这个也是一样没有景字号 这个也没有景字号 OK然后其他的话有逗点 比如这边有逗点 就抓到逗点这边就好 如果没有逗点就全部 就抓前面的东西放到这边来 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应该没有错吧 OK 因为我是看到同学给我的这个 这个结果啦 就是我大概用推销 我想应该是这样没有错 而且逻辑应该也不复杂 主要是一定要从 关键的地方一定要从右边找过去 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把它删掉 OK 做的方法第一个 一样我们一个sub 那写的方法 关键的地方应该是中间 这有把它删掉 所以 下一个什么呢 模组 然后加一个sub 叫什么mfg 就一个名称 然后enter一下 接下来的话那是什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七列 这应该没问题 这个写的写的恩变 OK 然后逻辑判断 如果 我也想说 因为这个看你有几重逻辑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有找到紧字号的话 那就再切割 如果没有找到紧字号的 那就怎么样 那就输出这个 pls的底线 这个chk 这个输出 所以呢 我可以怎么样 有没有 那有没有怎么写呢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或者你打一个VBA VBA点 它会列出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那其中你会发现 有个叫in3 REV 有没有 就这一个 也就是如果将来你不确定VBA 有哪些函数的话 你可以先打个VBA点 它就列出来了 至于说它怎么用 你可以按F1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去查一下 它里面的相关说明 然后呢 它会问我们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要找什么 我请你帮我在哪边找呢 请你帮我在那个储存格里面 哪一列的A栏里面 帮我找一下 从右边找过去 找什么东西呢 帮我找一下那个 仅 sharp 这个符号 看看有没有 有的话呢 then OK Enter两下 打个else 反之 Enter两下 打个end if 然后你想说 你之前不是直接打end if吗 这个时候为什么else 因为我要做两重判断 一重是有做什么 一重是没有 else就没有 如果没有做什么呢 没有就直接输出到 这个B栏的部分 所以直接就B栏 B栏就直接拿这个来 同一列的B栏 帮我输出什么呢 这个把它改成B 输出那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就是那个 刚刚什么 PLS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把这个PLS check这边 PLS 然后空一格 CHK 输出到那个储存格 并且把它的底色 变成红色 底色变红色 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储存格的 字的颜色 Font 点Color OK Color 等于什么 红色RGB 红的话就是255 d0.0 d0.0 有没有 OK就红的 R有 其他没有 好 那这个OK了 可是如果有找到的话 做什么呢 接下来 如果有找到的话 那我A就是表示 先帮我把那个 找到 紧字号的位置 先记 记在A里面 所以把这个 这个 找到A的 先放在什么呢 找到紧字号放A 那这一行复制一下 因为我另外还需要什么 B 放什么呢 找到逗点 因为这个 可能像这个 这边有逗点的 也就是说往前找 有逗点就到逗点为止 如果没有逗点 就从头 从头全部的资料 OK 然后呢 再来做什么呢 帮我把那个资料放在B B里面要放什么 所以B里面 就是放那个 紧字号前面到逗点这边 紧字号到逗点 那等于什么 等于 need 钱瓜固 帮我把那个A栏里面的资料 所以把那个A栏里面的资料 所以A栏里面这个把它复制 这边要改A 就是那个里面的资料 逗点 从哪个字开始呢 帮我从B 逗点的位置开始 有没有 逗点的位置 有没有 像这个 这边 从这边 有没有 逗点的位置 在下一个字才对 OK 所以应该是什么 B 加1 逗点 然后几个字呢 应该是 应该是什么 A 减 B 好像是减1吧 减1的话 因为我们是从 那个什么 从 B的位置开始算 逗点的位置算起 所以 都会多一个逗点的位置 所以 这个好像跟前面的逻辑一样 我们前面好像做过类似的 好 B栏的资料就切割完成了 再来的话呢 就是C C里面这种 这个人仅置到后面全部的东西 所以呢 就是什么 把这个其实拿来改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 在改哪里 这边直接到这边吧 看下这边 C栏的资料 应该是什么 A栏里面的资料 逗点 从哪一个呢 从 锦字号的下一个 所以锦字号加1 对 逗点 然后后面的话呢 应该是全部啦 看后面都没有 99 哎 一样 所以 99 真的还蛮好用的 所以以后后面如果全部要了 就逗点99 后瓜 下一个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呢 我程式就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边的话基本上哦 只是把前面的那个4围圈 加上一个两重的逻辑 然后呢 并且把底色换成 把字换成红色 其他就是这个切割 我记得好像前面都有写过类似的 如果你对这不熟的话 回去再把它重看过 另外的话呢 差别只是说哦 这个instream呢 是从左到右 这个reverse是右到左 差别在这里而已 其他都一样 OK 好 那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执行成功的话呢 那表示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 看结果应该没问题吧 我看一下这个应该inc 这边有没有 逗点到这里 然后到这里 cull过来 有没有 这个后面东西 整个cull过来 其他 这个 这个 这个逗点 逗点后面的东西 cull过来 这个东西 cull过来 这个是没有 所以就会有这个错误讯息 结果应该 就大功告成了 OK 应该没问题吧 OK 所以至于细节部分的话 我想 因为 同学 提供的 范例档 我想 我有部分是自己拆的 我想应该拆 应该也八九不离十 那也就是说 常常工作里面 就会有这种 栏位里面就是什么 他会有 多个讯息 多个讯息里面 你要把多个讯息里面的资料摘入出来 那你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还是跑个回圈 加一个逻辑判断 自动就可以把你要的资料给填到适当的位置 就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说真的 为什么只能用VBA 因为里面你找不到对应可以用的函数 OK 如果没有 那怎么办 假设你函数也不OK 那VBA也不会写 那剩下来怎么办 准处把链钢了吧 不然还是怎么办 找工读生吗 OK 那也不是 如果资料量少还OK 可是如果这资料量 只要几十万笔 几百万笔的话 这也不可能找人的 那你只能发呆了 怎么办 如果你还现在有问题的话 欢迎各位可以写信给我 真的啊 我 但是我可以帮你解决是那个点 你不要把你的工作全部寄给我 我之前有这样讲 就有这种同学 直接把他的工作包含他很detail的 整个也是有档整个寄给我 就傻眼了 我想说 这你的工作 OK 那我帮你做完了 薪水要帮我帮你领 好 开玩笑吧 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有卡在哪个地方 好像同学这个问题 其实还蛮清楚的 我一看我就知道 到底你的问题在哪里 那我可以帮上忙 我就可以帮一下忙 因为这其实对我来说 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最怕就是什么 我光看问题我都看半天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你 因为我说是花最多时间是了解你到底要问什么 所以我同学问我问题 就是有时候太出现了东西我没有办法马上回问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做 或者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兴趣同学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找到这个范例题吧 这个是文字与资料函数最下面这个 答案在这里 我刚刚写的一模一样 应该没什么差别 差别应该只有把这两个好像颠倒 这两个好像颠倒也现在没什么关系 OK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OK 所以其实我自己写程式的特色 我是大部分都是一致性的 所以很多地方写来写去 我都会用固定的逻辑在写 然后会特别去想一个 虽然可能写的方法很多种 但是我尽量会用可能越简短的 所以我的程式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程式越短越好 就是能够写短我就不会写长 能够写一行我就不会写三行 OK 另外的话程式越直觉越好 也就是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程式的逻辑在哪里 最好大概未来可以加上注解 让你自己未来回头看程式也可以看得懂 OK 这样的话写起程式 你将来也会是一个很愉快的经验 当然在工作上我觉得也会得到相对应的成就感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提供给各位多一个补充 这个是同学问的问题 那刚好跟之前我们的这个题目有些部分也是有点雷同的地方 等于是把前面的东西再做个综合性的练习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请各位试试看 请各位试试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